大家好,欢迎来到火焰新闻线 一人工作室制作不易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的YouTube会员 俄乌战争进入第896天 过去24小时 除了俄罗斯境内各条战线的变化都不大 拖列刺客前线 目前已经证实纽约村的西北部被俄罗斯人占领 他们在那里升起了旗帜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乌军可能不得不撤离这片地区了 否则有被包围的危险 库拉科夫方向 如果你认为俄罗斯人厌倦了被乌军第79空袭旅暴打 那就错了 新的录像显示 过去24小时又有大量俄罗斯装备和机组人员被摧毁 第79旅不愧是乌军精锐一流净旅 自去年以来已经打残了不知道多少个俄罗斯装甲纵队了 顺便说一下 最近一次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罗佐夫斯克空军基地 摧毁一架俄罗斯苏34有了视觉上的证据 福布斯报道称 乌克兰曾有机会使用ATACS导弹摧毁数十架俄罗斯飞机 但遭到美国的否决 今年初下俄军第47禁卫航空团在距离边境160公里的马雷射卧空军基地停放了多架 苏34战机 乌克兰向美国请求允许使用ATACS导弹袭击该基地 但华盛顿出于对升级的担忧 拒绝了这一请求 实在是令人扼腕 俄罗斯方向 过去24小时最大的新闻 当然是乌克兰军队攻入了库尔斯克 外国军队杀入俄罗斯本土 这是二战以来的第一次 我们先来看俄罗斯政府的官方消息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 称俄军炮兵 航空兵和攻击无人机对敌人实施了火力打击 在遭到重大损失后 乌克兰侦察破坏小组残部逃回乌克兰境内 正在继续对其实施火力打击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等俄罗斯官媒报道了俄罗斯国防部的消息 但一些军事博主表示 俄罗斯国防部已经删除了相关消息 原因或许是大量信息显示实际情况 与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完全不一样 进入库尔斯克的乌克兰武装部队不仅没有后撤 而且还在继续前进 不断给俄军造成损失 俄国国防部已经删除了此前乌克兰人撤回边境的谎言 现在他们不得不承认 战斗仍在俄国领土上进行 几个小时 前俄国国防部向俄北方集团军紧急通报 再来看看俄方的报道 截至2024年8月6日22点 库尔斯克前线局势严峻 敌人已经渗透到Svartlakovo地区 预计明天早上会发动更猛烈的攻击 最危险的情况是塞治北部 乌克兰部队正在那里集结 可能会试图进入城市 预计会发生激烈的战斗 炮击和无人机袭击 该地区的居民被敦促尽可能撤离 因为冲突不会很快结束 库尔斯克前线局势严峻 敌军已深入斯维尔德利科沃地区 预计明早将发动更猛烈的攻击 最危险的局势位于苏甲以北 乌克兰军队正在那里集结 可能试图进入该市 预计会发生激烈战斗 炮击和无人机袭击 请立即敦促该地区居民尽可能撤离 因为冲突不会很快结束 实际情况要比俄罗斯人的报道更火爆 随着越来越多的战场信息更新公开 看来乌军为这次行动做了精心而长期的准备 俄国人对事态的发展完全措手不及 全世界的军事专家们也在密切关注 库尔斯克局势不断更新 据俄国消息人士报道 驻扎在边境的车臣阿赫马特特种部队 在乌军发动攻击时放弃了哨索 接着他们的军队连夜被赶出了斯维尔德利科沃村 数量不详的俄国士兵几乎被包围在奥列什尼亚 逃生路线被切断 乌军正言38K004公路向苏甲红查理夫卡西部边缘大举推进 未经证实的报道表明 红查理夫卡定居点的战斗仍在继续 乌军击落俄国三架直升机 说到这三架被摧毁的俄国直升机 其中有一架米二式巴恩直升机 已经确认是被乌克兰FPV无人机击落 包括Fletcher Bomber在内 一些俄罗斯电报频道则透露了更多信息 乌克兰军队已进入了达里诺 斯维尔德利科沃 列别交夫卡 共洽洛夫卡等多个定居点 情况很困难 Fletcher Bomber在强调 俄军正积极调动的同时 承认有损失 而且还会有更多损失 因为这种打击已经很久没出现了 而在旧俄罗斯领土上 整个特别军事行动期间 都不存在这样的情况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每个人都会被踢屁股 甚至有俄罗斯军事博主 公开质问俄罗斯国防部 国防部宣称破坏组织残余分子 已经撤回乌克兰境内 什么破坏小组 有这么多人员和装备 有防空系统 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支持 这是一次全面进攻 至少是武装侦察行动 乌军已经占领了多个阵地 并巩固防线 更多装甲车向前推进 国防部不要撒谎 这样你们不但不能让人们平静下来 还会误导他们 危害他们的生命和安全 这位俄罗斯军事博主 还对俄罗斯国防部 进行了很多质问 虽然没有说脏话 但几乎每一句话 都是在给俄罗斯国防部捅刀子 打嘴巴 揭穿俄罗斯国防部 在撒谎发布假消息 以至于我们很担心 这位俄罗斯军事博主的人身安全 是否会因为诋毁 特别军事行动而被捕 要知道 已经有俄罗斯军事博主 因此去吃牢饭了 乌克兰国防部 倒是没有透露 关于本次行动的官方信息 但通过网络信息 尤其是视觉信息 我们可以看到 乌军这次行动声势很大 战果也不少 紧俘虏就已经抓了30多人 摧毁了包括电子战系统 以及军营在内的 大量俄罗斯军事装备 和军事设施 另有未经证实的权威人士透露 乌克兰F-16 参加了这次对俄国 库尔斯克地区的进攻 并击落了俄军K-52攻击直升机 值得一提的是 乌克兰在边境附近的苏梅地区 集中了大量防空力量 有效地阻止了俄国空军 进入该地区 或迫使其飞得太低 而无法发挥作用 在乌军势如破竹的进攻下 库尔斯克驻防俄军 被打得措手不及 至少有35名俄国士兵 在库尔斯克地区攻势中 向乌军投降 目前乌军已向俄国领土 推进了8公里 库尔斯克地区的达里诺 斯维尔德利科沃 哥格利夫卡和红茶里夫卡定居点 已被乌克兰人 从普京军国主义暴政中解放 俄国人还声称 乌军在奥列什尼亚建立了据点 最关键的战略重镇 苏甲的平民 已经与夜间全员撤离 俄国军事博主在电报中表示 未来的24小时将是艰难的 敌人在境内 至少有一个摩托化步兵营 第二梯队人数多达2000人 使用了许多无人机 并熟练使用防空和电子战系统 乌军的这次行动可谓早有预谋 此前不但连续打击 库尔斯克的防空和电子战系统 更在7月31日远程打击了 俄军部署在库尔斯克的 75,079军事单位总部 俄罗斯人在网上抱怨 政府没有预警 人们没有被疏散 并建议俄罗斯人远离边境 而根据最新消息 普京已经撤掉了库尔斯克州州长 代理州长斯米尔诺夫 承认边境地区发生战斗 作战指挥部已进入全天候模式 呼吁相关地区的居民撤离 但强调局势可控 他表决心说 今天乌克兰入侵我们的祖国 我向普京总统保证 誓死保卫父亲的土地 不过斯米尔诺夫这话明显是口活 俄罗斯能打的军队基本都在乌克兰前线 要解库尔斯克之为 光靠他手下的虾兵蟹将 无异于天方夜谈 吊在顿巴斯作战的俄军回员 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看看铁路地图 乌克兰有内线 从哈尔科夫到前线三至四小时 全程八小时 与此同时 俄罗斯需要花一天或更多的时间 绕道从顿巴斯到库尔斯克 俄军目前正在向库尔斯克地区紧急调兵 试图将这股乌军赶回乌克兰 我们尚未看到俄军行动取得了成效 预计乌军还会在俄罗斯境内继续行动几天 乌军依然在不断前进 大量兵力在乌克兰境内参加特别军事行动 俄罗斯边境地区很虚弱 以为乌军顶多派出自由俄罗斯军团 这样的轻装部队袭扰 没想到乌军这次出动的部队实力很强 至少带了一个坦克连 由动员兵和车臣阿赫迈特种部队守卫的阵地 根本不堪一击 本来该扮演督战队角色的车臣兵 跑得比谁都快 这次明显不同 各种视觉证据明显可以看出 这支依然战斗在俄罗斯境内的武装力量 至少拥有多辆美国制造的斯特莱克轮式装甲车和装甲汉马 乌军这次进入俄罗斯境内的袭扰行动 极可能获得了美国政府的同意 进入库尔斯克的这股乌军力量确实很强 跟之前那种游击队式的袭扰完全不同 堪称是自2022年开战以来 攻入俄罗斯境内的最大一股乌军 乌军接下来的主要进攻目标很可能是战略重镇苏甲 下阶段雄心可能是距此60公里的库尔斯克核电站 苏甲轴心为何是这次乌克兰主要目标呢 首先是切断后勤补给 苏甲枢纽位于通往比尔戈罗德的主要铁路线之一 比尔戈罗德是哈尔科夫俄北方集团军的主要后勤站 如果这条铁路线被直接火力控制 将导致该条铁路关闭 当乌军把重心放在这个轴线上并推动苏甲 那么整个俄北方集团军的后勤就会变得非常紧张 特别是当涉及到通过铁路运输大量设备和补给时 其次是经济和能源因素 流向匈牙利的天然气管道在苏甲进入乌克兰 虽然这条管道自战争开始以来就被俄国关闭 但占领这个交汇处将是一个有用的宣传胜利 用以打击匈牙利和俄国的信心 最后俄北方集团军被分成四个不同的小组 最北端的部分驻扎在苏甲 进攻苏甲将对整个俄北方集团军侧翼施加压力 同时占领局部高地 可以让乌军控制进攻哈尔科夫的俄北方集团军 及其关键的地面交通线GLOC火力 从而切断了整个集团军的关键GLOC 以上就是乌军进攻苏甲的战略意义 接下来的战斗非常值得期待 普京想要一个缓冲区 最终他将得偿所愿 只不过这个缓冲区在俄罗斯而非乌克兰 此次乌军对库尔斯克顺利进攻 一扫近阶段俄国人在乌东战场 托列斯克恰西夫亚尔前线波克罗夫特斯克轴线 获得连续进展的阴霾 目前俄国人在兵力上具有优势 尤其是步兵 此前俄国人在哈尔科夫攻势 进一步分散了乌克兰的储备 这意味着相比之下 乌克兰指挥官可调配的兵力资源有限 无法增援处于压力下的部队或阻止突破 这就是造成近期俄国人在乌东战场顿涅斯克州连续推进的主要原因 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 由于俄国人的步兵沿用瓦格纳的小分队自杀人肉攻击策略 无论是他们徒步坐高尔夫车或者骑摩托车 他们在进攻中都损失惨重 因此俄国人在兵力上的优势也在消退 而乌军在库尔斯克的进攻将分散俄国人的兵力 进一步降低他们在前线的兵力优势 目前战场传来的消息是 乌军已经在库尔斯克州深入15公里 鉴于俄国的有效兵力都在乌克兰战场 他们不得不做出选择 是要转移哈尔科夫北部战场的北方集团军 还是要调遣正在乌东作战的俄国军队前往库尔斯克州增援 从而减轻前线疲劳作战的乌军压力 除了降低俄军前线兵力优势外 假如乌军投入相当的资源 俄军增援不力 让乌克兰永久占领库尔斯克州 那么这将是今后停战谈判时的重要筹码 俄军近期一直在蚕食乌军控制区 不断取得战术进展 不足以动摇权限 却给乌克兰民心士气带来了很大影响 要知道不是所有人在逆境中依然能保持足够信心 跟持续的远程袭击一样 基辅同样利用这次大规模袭扰 来提振民心士气 坚定继续打下去的决心 综上所述 我认为此次乌军对库尔斯克的进攻是正确的 然而由于进攻行动比防御行动有伤亡上的更大风险 考虑到人力情况 乌克兰需要保持有力的消耗率 避免遭受重大损失 消耗有限的储备 正如我此前所说 彼得大帝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到现在还抱着武力征服和胁迫这种强国里面不放 无疑已经占到了历史潮流的反面 想用这种方式来还人民一个强大的俄罗斯 无异于南辕北辙 须知一个国家如果经济摔腿 可以埋头苦干 如果科技落后 可以努力学习 但如果理念落伍 那就无可救药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可以的话希望你可以帮我点赞订阅 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留言分享 谢谢你的收看 明天和大家再见